我刚刚有病很痛的时候 我有一个正常的想法就是很痛 如何去调节我自己里面的具体呢 当我很痛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意念是比较 negative 他就告诉我 是否这里痛 是否直肠癌 是否这里有事 是否肾病 很多负面的想法 都在我里面形成我里面很害怕 但在一段个月我都说 在轻松德性里面 我掌握了 我不要一些负面的思想影响自己 其实我想想 不是 我记得神告诉我 是围绕我的 神是保护我的 神是在我生命有一个定位 我服侍神的时候 神很喜欢我去服侍的 那为什么我这么害怕 我要假设我自己有病 是有病应该去看医生 那我就去看医生 但是不需要去选择 我有什么病 有什么病 不用自己害怕 那我就做一个祈祷 神 你与我同在的时候 你就让我去感受我自己是强壮的 我在这个里面 重视是肉体 真的很痛 但是你要找适合的医生 护士来照顾我 之后 在入到病房 第一个的意识 和意念 进回来的时候 那种额外平安就是说 可疑 你好好休息 那我就在医院里睡了两天 但是我的感觉是很平安的 我里面 重视在我的肉体 就是什么都没有做 碰盐水 个人好像很虚脱 但是我里面的灵里面 告诉我 我是很安全的 我没有事的 只是检查而已 那我就 跟着平平安 就完成了调查 检查 如何出回来的时候 那我觉得 神的同在 最大的意义在我里面 我是觉得很平安 和一般人 想的想法是不同的 那 那结果我出了来 当我上班第一天 我就将这个见证 告诉一些长者 就是一个小组里面 结果带了很多长者去祈祷 告诉他们 其实我们不需要自己害怕 在一个处境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去求神 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会将我们的逆境和思维改变 甚至我们随时呼求神的时候 神的灵就会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帮助我们 我们就会安舒 我们就会无事 所以 你认不认识耶稣也好 但是我知道 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帮助我们 会祝福我们 所以不需要害怕 那我就觉得 神藉在我病的过程里面 被我体验了病的人 他的恐惧在哪里 而回到出来的时候 我仍然可以作见证 告诉神 原来在处境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 平时已经要锻炼了 不是即时去锻炼 那个意念是要经常去亲近神 我把握了那个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即使我病 但是我觉得我仍然里面是刚强 那我感谢神 我们在一个患难里面 仍然觉得神与我同在 我觉得很贊美 贊美神 是